9月15日,中国足球电竞联赛,Chinese Esports Football League,简称CFL第三赛季的比赛即将在重庆打响,新赛季的CFL将使用全新发布的Vific Online次进行比赛, 无论是比赛赛制,还是赛事规模相比过去都有了显著的变化,更重要的是,新赛季中代表各大俱乐部出战的选手郑荣,将完全由球迷组成,球迷将成为新赛季CFL的主角参与联赛中夺,全球迷阵容出战,打造真正球迷专享赛事S3赛季, 每支CFL俱乐部队伍都将由一名明星领队和若干名球迷选手组成,而在今年的7到8月期间,所有参与CFLS3赛季,争都的11支中国足球俱乐部,都已进行了各自的球迷选拔赛,并相继确认了各自的参赛阵容。 其中,上海深花,大连一帮两大中超传统豪门俱乐部,则成为了CFL新赛季两支元气新军,与上赛季的CFL不同的是,新赛季中,参与赛事争夺的选手,将以各俱乐部所甄选出的忠实球迷为主,由球迷亲自上场,为各自所拥护的俱乐部争夺冠军荣, 也将成为新赛季的最大看点,新赛季的中超联赛。 国安、恒大、上海的三强争冠如火如荼,几分差距不超过三分,争夺的激烈程度为中超历史上还有。 再要知道,中超冠军之争,早已不再是中国足球唯一,看点,从CFL online,三到如今的CFL online。 4.随着足球题材游戏的火爆,以及国内俱乐部纷纷入驻,也让中国足球电竞联赛,成为了球迷关注焦点之一。 本赛季,不仅上海上岗,江苏苏宁,鲁能泰山等中超传统豪强俱乐部粉丝们希望在CFL中延续俱乐部在中超的好成绩, 其他中超球队的球迷也希望用自己的努力,在虚拟赛场上为球队争得荣誉。 例如前两个赛季的CFL冠军,虽然被江苏苏宁和广州富力两制中超豪门斩获, 但近几个赛季处于中超连赛中游都可难见也,却在选手的努力之下,在CFL前两个赛季分别取得一次击军,一次亚军的突出成绩,已成为球迷中的一段佳话。 如今,在新的赛季之下,球队在CFL中的荣耀,将完全由球迷自己来争夺,中超版权加CFIT ONLINE4, 打造真正虚拟版中超除了球迷亲自上场参与比赛争夺,新赛季CFL最大的看点无疑是中超版权的落地。 本赛季,CFL将使用拥有中超版权的CFIT ONLINE4进行,各俱乐部将不得延续前两届的选手大会环节,而是直接使用各自俱乐部的球员进行比赛。 换言之,新赛季CFL将完全使用正式中超球员登场比赛,而这一升级无疑让球迷朋友们在电竞赛事中更加找到了属于自己主队的归属感和荣誉感, 基于全新疫情打造的CFIT ONLINE,将通过更逼真的画面,更为顺畅的操作手感,以及最完整的中超版权,打造更真实的绿音对抗,也将让CFL成为真正的虚拟版中超连赛。 中超新西甲,明星对抗赛打造电竞领域中西对话,除了自身的一系列标格之外,新赛季CFL还将为所有中国球迷奉上一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中西电竞对抗大赛。 在F3赛季总决赛期间,CFL将邀请西甲电竞联盟来华,进行一场西甲电竞联盟与CFL之间的全明星对抗赛。 西甲联赛是五大联赛中,最早涉足电竞的,受益于中国电竞产业的进步,尤其是CFL联赛的开展。 中超俱乐部也早早的参与到了足球电竞的建设中,各俱乐部的足球电竞水准日渐提升,正因如此,这场发生在中国与西班牙之间的足球电竞赛时,究竟能够爆发出怎样的火花? 现实世界里足球竞技水平上,存在差距的中国足球与西班牙足球。 在F5 online,此这样一个公平对决的足球电竞舞台,上会演绎出怎样精彩的对抗? 双方比赛时究竟又是否会在游戏内选择各自联赛中的真实球员上场比赛? 这一切神念,都值得所有中超、七角球迷的期待。 而中国球迷与中国的足球电竞赛手们,也有望在这样的对抗赛事中,斩获中国足球在另一片绿音场上的荣耀。 这一切神念双方的高低imiz。 使用来杀部队